这也代表着蔡正林将永远离开 结果一宣布 参赛者们早已止不住眼光中的泪水暴风吹哭 因为在这两百多个日子里 一次又一次的比赛中 他们早已建立起浓厚的温宁情感 但此时出现节目开播以来最大的意外 林佑佳大崩溃了 在一连串的压力之下 林佑佳竟然忍受不住接连的打击 情绪崩溃地冲到厕所放声大哭 不顾一切的他 竟然想要放弃比赛 究竟他还会回到舞台上吗 他能拿到百万奖金及唱片合约 你唱得比他们好吗 你不服气吗 欢迎你来替网 只要打败他们就能获得高额奖金 快拨打报名专线 0227813888 超级星光大道 POP3 在一连串的压力之下 林佑佳竟然忍受不住接连的打击 情绪崩溃地冲到厕所放声大哭 不顾一切的他竟然想要放弃比赛 究竟他还会回到舞台上吗 失去理智的他 甚至想放弃努力已久的比赛 但在制作单位的安卜及猜测者们的鼓励之下 林佑佳决决定再度回到舞台 但是他能够把持情绪完成表演吗 好 已经有八位胜出的衛冕者 现在在台上 好 来 我们马上抽出 下一组的PK 我直接就先抽出两位 好 第一位上场的是 苏贝如 跟他PK的就是林佑佳 苏贝如你要带来什么歌曲 刘若英的《生日快乐》 林佑佳要带来什么歌 我现在要唱苏贝如的《我是一只鱼》 你可以吗 你已经哭成这样子了 你应该唱《累海》 你调整一下你的心情好不好 我们先来听一听苏贝如的演唱 加油 在现场悲伤的气氛中 他们能顺利完成自己的演播吗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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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了你 爱了你 是最完美的结束 爱了你 是最完美的结束 声音乐 声间别永远 谈情别疏忽 我只要你轻碎 今夜我不想哭 只想告诉一声 只想告诉一声 Bronze Day to you 听完了苏贝如带来的深情歌曲 接下来是情绪失控的林佑佳 她能够恢复水准 完成演出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你消失任何坏脾气 没有你将离开睡的雨 快要活不下去 不能在一起又来又去 我是一只站在阳上的鱼 如何能忘记曾经活在海里 曾经我活在你的生命 需要你 我是一只雨 水里的空气 是你消失任何坏脾气 没有你将离开睡的雨 快要活不下去 不能在一起又来又去 谢谢 好 二之二第二阶段PK的第二组 首先先请小莺老师讲评 今天刚刚听苏菲如唱 有感动 我觉得是很真诚 但是声音的张力铺陈还是不够 林乐佳呢 你的每一次在不同的歌里面 一定要有不同的感情 这个是很重要的 你知道现在我这边的气氛是什么吗 就是突然参赛者在一个我不知道的点就会哭起来喔 那刚刚你讲那一半你在讲他的时候 他突然就鼻涕很多 他就开始哭了你知道吗 你是觉得老师对他太残忍了还是怎么样 没有就你想到了什么 就想到不管是要离开 也许是我都很很开心可以认识这群朋友 因为就互相学习到很多 他已经自己开始哭起来 小胖老师 是 其实我刚刚就想要跟你们说 看到你们的情谊 其实我觉得非常难得 可是大家不要忘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你们是来参加歌唱比赛 不是来交朋友的 不要忘记这个最重要的事 不能太感情用事 对对对 没错 感情当然是在的 但是技术要拿出来 对不对 专业要拿出来 尤其是林佑佳同学 你刚刚到角落跟制作人说了什么 就是我觉得 我不想比了 他刚刚在这个 要进行第二段的这个PK的时候 就跑去那边大咕说 我不要比了 我要回家 我不要比了 这个事情是 不是你今天才会遇到 你喜不希望别人听到你的音乐 听到你这么坚持 还是你在这里 只有在这里而已哦 你就我不要比了 你觉得呢 我很希望我的音乐可以让更多人听到 是啊 所以不要讲这种 听了会让妈妈生气的话 好 这一阶段到底谁会被PK掉 首先看苏贝如的分数 几个灯 十六 好 分数不低 十六分 接下来林佑佳 他说他不要再比了 他这个阶段能得到几个灯 十 五 十 六 十六分 这两位是 平手平手再平手吗 OK 我们马上要有请这个制作人 讨论一下 好不好 大家讨论一下 竟然出现了 竟然出现了同分的局面 凭什么立刻展开讨论 所有人都屏息等待结果 到底谁会被淘汰呢 他能拿到百万奖金及唱片合约 你唱得比他们好吗 你不服气吗 欢迎你来提款 只要打败他们就能获得高额奖金 在激烈的比赛中 朱卫如和林佑佳 竟然获得相同的分数 凭什么立即展开讨论 而在这样异常紧张的气氛下 谁会是被淘汰的那一位呢 小胖老师 你要来做最后的宣布吗 是 经过我们的讨论 我在这边这个 要说一下苏卫如 因为我刚才给你的分数 是比林佑佳高的 我很想成全林佑佳的说法 就是说你如果不想再比 你就不要再比 可是其他四位评审 都把票投给你 所以这次被淘汰的是苏卫如 4比1的结果 有四位评审认为林佑佳唱得比较好 苏卫如 你刚刚听到一半已经在哭了 是想起这一阵子以来 对 因为我觉得学习到很多 也收获到很多 那这也是一个另外一个开始 我可能就会回家继续跑步下山 然后再多充实自己的飞火量 但是已经很不错了 因为今天呢 我们是厮杀到最后是十强 而且其实你们刚刚的分数 其实是不分上下 非常难分的 但今天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决定 透过你的双眼 穿过你的后脑勺 我看到一个哭得很娘的刘明峰 刘明峰 来来来来 出来当代表 不能每次都叫杨忠伟出来哭 对不对 来 刘明峰 有没有什么话来代表 所有的战友对苏贝如说